主播帶來關心 日前新北市刑大警方是接獲了民眾報案 表示說近期有人使假的中獎 發票到各大超商以及銀行來對獎 而且半年來總共是 詐領了三十二萬元的獎金 情報獲報之後是循縣展開追查 日前在新北市樹林區 總共是逮捕到了兩名嫌犯 並且在家中是搜到了部分 已經這個對獎失敗的發票 現在聽一下警方的稍早訪問 案件被害公司向本大隊報案後 調查發現陽姓及徐姓兩名嫌犯涉嫌重大 本大隊立即拘定兩人道案 同時插扣衛造同一發票 印表機筆電等證物 全案依詐欺及衛造文書等罪 以送第七美地檢證判 我們實際拿出真正的發票 和衛造發票的話來比一比 可以看到其實眼睛是看不出來 有什麼樣的差別 不過透過紫光燈一照就可以發現 真正的發票號碼 其實會出現螢光反應 但是衛造的發票卻沒有 主要就是因為嫌犯是先利用砂紙 把這個發票的後面的兩碼 把它給磨掉 之後再利用臨摹的方式 把真正的對獎 中獎的號碼給寫上去 藉此到這個銀行或是超商 以兩百塊及一百塊獎金 去進行對獎 而警方調查之後才發現說 兩名嫌犯其實本來就是朋友 而且兩個人其實都有毒品前科 目前也都是無業 就是因為缺錢花用才會走上歪路 後續也依這個衛造文書最嫌 將他們給移送偵辦